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我是罗兴隆牧师 欢迎收看话语之泉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得着圣灵的引导 罗马书第八章六和十一节 怎么说 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 十一节 叫耶稣从死里护活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 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护活的 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 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 主耶稣基督护活 是经由神护活的灵 就是圣灵 圣灵带来了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所成就一切的恩典 耶稣基督有应许要将圣灵赐给我们 因为祂说祂要求父赐给我们保卫石 要永远与我们同在 叫我们在这世上生活的时候不孤单 耶稣基督知道我们的生命需要在祂的灵里面被引导 我们才能够持续地过得胜的生活 我们感谢赞美主 主耶稣所应许的圣灵已经浇灌下来 我们信主的人圣灵必要住在他们生命当中 来做他们生命的引导 因为在主的圣灵里面我们才有真正的自由 我们才知道我们是属神的 而你也知道我们的生命是有目标的 因此圣灵来就是要赐给我们 在耶稣基督里面所成就新的生命 以及生命所需要的平安 主耶稣说 在世上我们有很多的重担 烦恼 愁苦 但是他说我们可放心在他里面有平安 主耶稣说 我已经得胜这个世界 虽然世界有许许多多的苦难 但是我要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们领受的平安 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得胜 这个得胜的力量 要藉由圣灵进入到我们生命当中 主耶稣也允许将这个圣灵赐给 凡相信祂的人 所以弟兄姐妹 圣经告诉我们说 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三节说 若不是被圣灵感动 我们就没有办法来告白主耶稣基督 是主 所以我们信了耶稣 我们邀请耶稣基督到我们生命当中 来做我们的救主 不只是做我们的救主 拯救我们的灵魂 赐给我们的永生 我们还要邀请主耶稣基督 做我们生活的主 祂还要继续的来带领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人生 主耶稣基督 祂来到这个世界 我们可看见了就是祂在世上 三十三年半的这样的生活 祂留下了祂的教导 还有留下祂生命的榜样 祂为我们必定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留宝血 祂从死里护活 成就了上帝的这样一个救恩 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 护活四十天后 祂就升天了 我们就看不见祂了 但是祂应许的圣灵 却要永远与我们同在 所以呢 我们基督徒的生活 我们是靠着圣灵的引导来得胜 圣灵让我们知道 我们是使神的恩怜 圣灵让我们知道 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是盲腹的 而且我们的生命也必要靠着祂得胜 感谢主 主将圣灵赐给我们 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 我们需要面对各样的困难和挑战 我们也要靠着圣灵 我们要靠着圣灵来得着安慰 得着力量 还有得着引导 圣灵告诉我们 况且我们软弱的时候 有圣灵帮助我们 我们本不晓得当怎么样祷告 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 替我们祷告 见察人心的 晓得圣灵的意思 因为照圣灵照着神的旨意 替圣徒祈求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一次 就是按祂旨意备照的人 在这里 神的话告诉我们说 圣灵就是在我们软弱的时候 帮助我们的神 也是代替我们祷告的神 更是叫万事都转化 叫我们爱神的人得益处 所以在我们生活当中 或许我们会遇到很多 我们不喜欢遇到的事 有很多的事情 在我们的意料之外发生了 带给我们许许说到的重担 烦恼 愁苦 忧伤 或许有当下 我们觉得很艰难 而且 以为受苦 没有意义 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说 我们需要在圣灵的帮助里面 在圣灵的带领里面 我们不失去我们对神的爱 而且神就会将 在我们周遭当中所发生的各样 你认为得意 不得意 成功 甚至是失败的事 都会转化成对我们生命的益处 因为神的爱 神的全能 转化了我们生活当中所遇到一切的事 圣经继续在29节到30节的地方告诉我们说 因为他所预先知道的人 就是预先定下 效法他儿子的榜样 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 预先所定下的人 又召他们来 所召来的人称他们为义 所称为义的人 叫他们得荣耀 在这里告诉我们说 我们信的人 都是神所预定招来的人 预定招来的人 就是要来跟随耶稣的人 所以耶稣基督 就是神的独生主 在这个世上 他的教导 他生活这样一个样式 要成为我们的帮助 成为我们的榜样 因为耶稣基督 圣经说 他在许多的弟兄当中做长子 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样式 作为一个人的样式 他却有得胜的生命 耶稣基督之所以得胜 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 他开始要来出来 要开始出来传福音的时候 当他领受约翰的喜的时候 圣灵就降临在他身上 又有圣灵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然后呢 耶稣就开始进入了他生命的 来一个试探 但是他靠着圣灵能力 运用神的话语 得胜了 而且当他离开旷野的时候 圣经告诉我们说 他满有圣灵的能力 也因此他开始传奇到来 他守到这处 他的话语都带着圣灵 进入到人的生命当中 让人的心得着亮光 得着希望 而且他不只是传扬上帝国的福音 让人的生命得着叛让的信息 他更是在传福音当中 行神迹奇事 医病赶鬼 使人的生命 从魔鬼的实力当中 得到释放出来 所以我们看到 耶稣基督的得胜 是他靠着圣灵 而且 耶稣基督 他的护活 也就是 神的圣灵 就是让耶稣基督 从手里护活的灵 让他从死里护活 而且这个圣灵 就是得胜的灵 也要赐给我们 因为圣经说 很相信耶稣基督的神也要让耶稣基督从树里护活的灵 来充满在我们生命当中 好让我们能够活出神的样式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 圣灵如果降临在我们身上的时候 我们就有能力 来为主耶稣做见证 为主耶稣做见证 就是活出主耶稣基督生命的样式 而且也能够传讲耶稣所传讲神果的福音 甚至都能够像主耶稣一样 也能够在传分之当中 看见神彰显他的神迹启示 使人的生命得着翻转 得着改变 得着希望 弟兄姐妹 我们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得着了永生 得着了救恩 我们的生活当中 更是得着了圣灵的带领 神爱我们 祂渴望也期待 所有信祂的人的生命 都是得胜又荣耀的 因为这是神所预定的 要赐给我们的恩典 我们一同来祷告 主耶稣谢谢你 你应许将那得胜的灵 赐平安的灵 进入到我们生命当中 你说我们在世上 但是我们却不属这个世上 因为这样 我们需要面对世界的种种难题 你用圣灵来带领我们 但是你应许 得胜的荣耀给我们 我们的内心渴慕 不断的被主你的圣灵 来充满 来更新 我们的生命 要在圣灵的带领里面 去到方向 也刚强 主感谢你 用圣灵来兼顾我们 用圣灵来引导我们 好让我们的生命 不迷失 也不在这个世界失落 因为我们清楚 圣灵要带领我们 去属天 荣耀 多加 感谢赞美主 祷告奉 耶稣基督的圣灵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美主